这是德国车厂BNW发布的最新概念车 iVisionD采用新世代的可变色电子薄膜 驾驶可依照自己的情绪改变汽车的颜色 连车轮也可变色 而且有32种颜色认捐挑选 还找来好莱坞巨星阿诺史瓦辛格 和车厂执行长同台朝热气氛 全球科技界最大盛事 美国消费性电子展今年隆重登场 现场充满各式创新产品 譬如这个玩具狗会听你的声音动起来 另外数位医疗看点是这个南韩业者推出的脑波扫描脱盔 日本大厂Panasonic则放眼科技的永续 勤来东奥男子的花华冠军成为 一起来宣传自家环保产品 从电视到摄影设备 打出比市面上产品用更少的塑料 因为Panasonic誓言要在2050年前 将全球总碳排降低1% 世界第二大造船商 现代重工也大秀海洋脱碳战略 力拼研发自主导航和绿南 琳琅满目的新品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今年CES3000多家厂商参展 俄罗斯则被禁止参加 也估计将迎来解封后最大人潮估计破10万人 靳新闻女性蔡琼满报道 立刻下载靳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盛敬美 敬好新闻